剛剛呢,大家對了這個Tingercad有一些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怎麼樣可以比較進階的做法 那首先呢,我們剛剛有提過 就是有一些快速鍵嘛 那你也可以看左手邊這裡 如果你不小心已經迷路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Home,回家 你可以像這樣子按一下 有沒有就回到預設的角度 你也可以,我今天啊這個 我要以編輯這個為主 你點到它之後 可以把這個物件放到最大 有沒有左手邊這裡的工具 所以你不見得要自己去怎麼樣 動手慢慢的轉啊 然後去就是輪延輪到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左手邊的 那你也可以從上面去轉 有沒有 從上面這個立方塊去旋轉 我要前面,正前面我就按一下 它就一定給你看正前面 你要看上面點一下 這樣就永遠都是上市圖 這個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快速的去做導覽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除了有剛剛的基本模型外 可不可以從外面揮入模型進來 當然可以囉 所以我們這邊有介紹幾個免費的模型的網站 點下去 這裡有蠻多的 蠻多的 但是說真的 你找的如果是太複雜的模型 揮進來不見得效果會好 因為有時候模型檔案很大 那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你可以先從就是像這個太空總署 或是像這個Archus 3D 這上面呢 都有很多模型 只是說有些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模型 它可能不見得是我們TinkerCAD支援的 因為剛剛你可以看到它支援的主要兩種 叫做STL跟什麼OPJ 這兩種 所以你可以去那邊找找 當然我們以前也介紹過 在哪裡 在下面這邊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 這裡有沒有個Singiver 這裡3D練用的 它一定是STL 所以你一定可以揮進去 這就比較沒問題 所以看你找的是哪一個 那這個網站呢 我先開新分頁 你可以用Google翻譯把它翻譯一下 變成中文 你可能會覺得比較容易一點 這個呢都是比較 就是生活化的 你看床啦 或是椅子 你就不要找太複雜的啦 你找太複雜的 那個模型叫進去 可能就會比較難一點 比如說你要這個 扶手椅 好我們把它關閉一下 OK 你就可以看看 它裡面你看 是不是有OBC的格式 好我就可以按下載 然後在這邊下載 這個不用註冊的 它就下載下來了 那下載的 這邊我就先把 資料夾打開 OK 稍等一下 好現在下載好了 通常我會解壓 說會解壓說 讓它的資料夾 因為有些有包含資料夾 有些沒有 點進去 你看這就沒有包含資料夾 好我現在呢 就找到它裡面的這個 我們找找看有沒有一個叫OBJ 有 這裡有OBJ的 其實呢 因為我們這裡面 這個應該會用 它這邊 OBJ跟Photoshop做結合 但是其實 老實講 用Photoshop的3D開 不會比較快 只是也可以看這樣子而已 好切換過去 一般來講 你可以用3D View 看就好 好有沒有 有一個 那這裡呢 我們轉轉方向 真的有 但是我就不要用它 按右鍵 你可以選擇 這個 我們用這個3D檢視器看 速度快很多 有沒有 一下就打開了 好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把它丟到我們這裡面來囉 所以如果你要匯進來 你也可以借用別人的模型 借用別人的模型 我們就把它丟丟丟丟 丟進來 像這樣丟也可以 丟進來 那它會告訴你 它如果太大的話 因為這個工作區 它的模型比較大 它就告訴你 這個要縮小喔 不然的話 這個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那你再點一下看看 喔 還是蠻大的 所以 這個百分之十 可以 有沒有 那個 就OK的 匯入 那你就稍等一下 原則上就是 不要匯入太複雜的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 車子啊 飛機啊 哇 好大一個 好 終於進來了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真的會被椅子壓扁 有沒有 好大一隻 所以點到它 縮放一下 那 你就可以自己 從這邊 當然你要等比例 你可以按住Shift 你按住Shift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等比例的縮放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OK 好 那你縮放完了 那我們再來看 你要擺到哪邊 所以其實 別人的模型 也可以拿來用 只是說 你在匯進去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 等待的那個結果一樣 因為 太久了 可能就是你的 模型怎麼樣 太大 太大 那像這個我還在轉 轉這個角度 對不對 拉動一下 放好 拿過來 欸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樣是浮在上面 如果想要把它 放到地上的話怎麼辦 除了你可以用移動的 其實也有一個快速鍵喔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這一個 鍵盤上的 這一個 這樣知道我按哪一個了嗎 D 有沒有 鍵盤上的D 它就會把它放到地上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 欸 我的有沒有 放在 就是一個平面上 這樣了解 所以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用 那我們一般的話呢 各位 這個精準度 還可以做調整 也就是你現在 右下角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網格 在這邊 有沒有 它是 預設的一個單位 就是它精準度 這樣1mm 1mm 那你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調小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調小一點 如果說 我在這裡 我們 想要讓這個椅子 移動一點點 那我可以搭配鍵盤 這樣的方向鍵 有沒有這樣一點點 我現在是向右的 但是呢 你要很精細對準的時候 有時候 我可能需要再更細一點的 那個距離 我就可以把這個 調小 比如說一次子 移動0.1 那這樣子 我雖然一樣是在做 這個鍵盤上的方向鍵的回調 可是它一次子動0.1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就比較精準的對型 因為有時候你在組合模型的時候 這個會是很好用的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老師有準備幾個 這裡 有我之前做的範例檔案 你看我把它打開 像這個的話 就是老師跟那個 一些電子零件做結合 所以像你所看到 比如說 你點矩正 有沒有熊耳朵 Hello Kitty的 好吧 我們看看Hello Kitty版的 你點開 這裡 我把它 先下載下來 OK 這是STL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這個呢 我就是利用什麼 產生SPG之後 會進去 去打動 去打動 我就可以產生出這樣的效果 那麼 它裡面我記得 這裡有TinkerCAD專案 我先用這個 耳朵的 點開 這是STL 我把它後面 TinkerCAD專案 打開 有沒有 那這裡呢 我就會 需要 去做什麼 去做一個 組合 群組的動作 因為 像我這邊 就會需要打動 像哈姆太郎 你們有看過嗎 有喔 這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但是我知道好像前一段時間 還是前幾年有重播 那你看我這個 如果把群組解散 這個我就是用兩個去組合起來的 因為有線條跟那個外框 我把它分開 不然的話沒辦法弄在一起 你看我把它拿來外面 好 我用鍵盤這樣的方向鍵 有沒有 往後退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 就是我要的高度不一樣啊 好 所以 它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它的編輯是可以很有彈性的 那像這邊我可能要打動 打到這些的話也不好打 所以我也可以 組合你看 我就是這邊再補一補 我在解散 你就會發現 我原來我用了很多東西 去把它 有沒有 去打動出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我一個群組可以再群組 再群組再群組 而且又可以隨時再復原 這是它一個很大的優點 那麼最後呢 Mitro都做好了 它的專案會自動儲存 所以你不需要怎麼樣 自己去按 它只要有改變就會自動儲存 那在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匯出 如果你做完了 我們大家把它拿出來 所以呢 做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匯出成給3D練用的 我們當然就是STL 那如果你要給雷切用的 我就是一個平面 就是一個平面 有點像用以拉錘的做這樣 但是雷切我們這邊比較用不到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存成STL 各位這個不用等60秒 就可以直接下載的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所以呢 我們的那個 那個 作業呢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怎麼做你自己的手機架 啊怎麼匯出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做參考 做參考一下